電影機器 精靈活該夢這一款 紅片動畫電玩圈的作品 陪伴了無數小朋友成長 而Pikachu這隻黃色電器鼠 也成為全世界最知名的電玩人物之一 前陣子結合了衛星定位 還有精靈Pokemon的手機遊戲 Pokemon GO 一推出就讓全世界的玩家陷熱狂熱 也引發了許多誇張的新聞 今天點完Top10 就帶大家來回顧一下 Pokemon GO的瘋狂軌跡喔 2016年7月6號 全球玩家都超期待的Pokemon GO 正式在澳洲和紐西蘭上架 消息一傳出其他國家的玩家 紛紛湧入 造成伺服器太壞 也逼得開發商立即封鎖紐澳境外的IP 台灣玩家只當了幾個小時的Pokemon大師 就再也進不了遊戲了 因為Pokemon GO引發的全球熱鈔 帶動了母公司任天堂的股票大漲 股價一口氣飆漲了25% 達到歷史新高 但Pokemon GO在日本推出後 任天堂的股價卻有大跌16% 真是讓人摸不著腦袋 只是說玩家們 還是專心玩遊戲就好 金錢遊戲太可怕啦 雖然任天堂的股票起起伏伏 但Pokemon遊戲和任天堂的主機銷量 可就扎扎實實的升天啦 根據英國的調查 Pokemon GO讓3DS和Pokemon的相關遊戲銷量 成長了一倍以上 尤其精靈Pokemon X 更是達到了爆炸性的238% 相信現在零售商都非常期待 11月精靈Pokemon 月亮 太陽 發售 可以讓他們荷包滿滿囉 因為Pokemon GO時代太紅 上街捕捉Pokemon 幾乎變成全民運動 只要稀有Pokemon出沒的消息傳出 就可以看到像示威遊行一樣的人潮 不管那個場地原本是不是禁區 紐西蘭有玩家想闖進黑幫的集會場 香港也有人在解放軍軍營外遊蕩 只能說Pokemon的魅力 實在太驚人啦 因為Pokemon GO的超高人氣 生意頭腦動得夠快的商人 開始把遊戲中的誘餌使用在店面 讓商店周邊出現很多Pokemon 來吸引消費者上門 國外就有業者表示 自己的銷售額因此成長了三成呢 看來在店裡擺Pikachu 比擺招財貓更有效喔 由於Pokemon GO裡的道館和補充戰 往往會選擇現實世界的地標或景點 就造成人潮聚集在一些政府機關或平時 美式不會去的地方 也讓這些機構傷透腦筋 只好貼出公告 提醒玩家注意安全及禮貌 這些嚴肅又正經的機關 裝填出關於手機遊戲的正式公文 這大概也是史無前例了吧 Pokemon GO紅透半邊天 玩家人數也是史無前例的多 於是各種記憶Pokemon GO的創作 無論在台灣或國外都固定地冒出來 日前還有一位MMA格鬥家 在KO對手之後拿出日常的Pokemon帽子 再把Pokemon丟向倒地的對手 看來不分職業 每個人都有當Pokemon訓練大師基因了 雖然Pokemon GO新聞每天都有 但最離奇的恐怕還是這一則吧 在美國的辛坎戶下中 有兩名玩家為了想抓稀有的Pokemon 跟著Pokemon GO的引導 一路走到了人煙稀少的樹林 結果在樹林裡發現一具男人的屍體 玩遊戲玩到遇見屍體 這點肯定連遊戲製作人 自己都始料未及吧 因為Pokemon GO在台灣遲遲不上架 每天看著國外玩家玩爽爽的新聞 有些人實在等不及 就利用一些號稱可以跨去的APP 來下載和遊玩 但安娜要提醒大家 雖然這種APP真的讓你可以玩到Pokemon GO 但裡面可是藏有惡意的木馬城市 會讓手機門戶大開 照片等等重要資料可能會引起外流 還是耐心一點等官方正式上架吧 以免影響時大喔 Pokemon 訓練大師是遊戲和卡通裡虛構出來的職業 但日前英國有約玩家 把自己Pokemon GO的帳號放上eBay拍賣 因為他的遊戲紀錄裡有很多稀有的Pokemon 攻擊力也超高 最終這個帳號經過24次競標 以7300英鎊成交 換算一下可是超過台幣30萬元呢 會不會Pokemon 訓練大師 未來就變成了現實中的職業呢 看完Pokemon GO的十大事件之後 大家是不是等不及想趕快玩玩看 這一款神作了呢 只希望台灣伺服器可以趕快上線 也讓台灣玩家吃吃得等囉 不過安娜還是要提醒大家 在玩Pokemon GO的時候呢 千萬要注意周遭的環境 不要太沉迷 以及自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喔 好不好 電玩Top10 咱們下次見 拜拜